过来一个大哥,敲门过来,大哥你好,你哪个小区的? 就咱们小区啊,就在台湾立班岛,没见过你 三更一零我不怎么经常来,我也不太好,后来就不怎么来了 我呀,有这个想法,就说咱们银滩要想能够持续的成为旅游的热点 必须解决的问题呢,就是一个冬季的,就好多季节吧 冬春秋都不太适合在水上面玩 游泳啊什么的,下海都不行,只有夏天有那么两个月 所以实际上我后来我想吧,就能修一个在海边上修一个大的 好的,规模宏大的,那个华丽的这么一个室内的 室内海水浴场,你看我这想法怎么样啊 说这个东西要想能够吸引全国和世界的游客 必须得够个儿就是够大,长一公里,宽八百米就照这样干 左边比如一台法楼,右边一排楼 然后正面一个主楼,这样形成一个这么一个U字形的哈 中间是这个海水浴场,然后三面是海滩,对面是直壁 我就那么想啊,这海水它有什么好处呢 国家不会受国家限制,限制你怎么着用水量,对吧 这我刚才说的海水我算了算,两万立方米以上 你要用淡水国家肯定不干,你抽淡水抽两万立方米 那你开什么国家要,但是你抽海水也没人管 那大管子伸得很伸出去,过来沉淀,拓滤,什么沙密沙这个微生物哈 然后最主要的是什么,海水它本身就咸 它就对国家要求的游泳的这个,这个水海水的资质吧 就是这什么的要求吧,就可以了,接近了去嘛 它有细菌,病毒什么的呢,达不到要求,没事儿,投盐 哦,对吧,我去过死海,你是吧,死海,你跟那死海里游泳 打你身上就一个小疤了,一个小口都咬得你难受,你是吧 它那你还能有细菌啊,对吧,打上来之后 寒烟度很高那个是,对,咱们不说那个,你说现在这个 比如说假定的时候达不到要求,达不到要求是投盐,调温,什么都处理好了 再放在这海水池子里,这个池子吧,是个卖下,就是说得好 但是主要的不是主要,主要在主楼里的这个营业,主楼里什么呢 应该起码有一个大的型的自助餐,对吧,就是2000人以上的能够啊 提供那个白种的自助餐,对吧,然后有所有的咖啡馆,酒馆,什么茶馆等等 这些都能提供全天24小时的,轻食,就是说你除了自助餐上吃主食之后 平常的时候你现在还饿了就想吃呢,对吧,你买一张票,1000块钱一张票 你进来可以游海水浴,可以在这住,因为我刚才说了吧,三面都是主人的 这上面,然后有2000人的这个大型的这个剧场,有几百人大型的剧场 有几十人叫小型的剧场,干嘛呢,你知道吧,大型演出,小型剧场和这些什么酒吧什么的拍卖 你知道吧,全世界就收集各种技术作品,我为什么有这个想法 对,我就想问这个问题,对,你知道吧,我坐过游轮,你知道吧,从北京,从天津坐游轮出海,一直回到香港,转圈,走了十天,几天 人游轮上所有的这些,就是酒吧呀,什么的,天天都轮着方的拍卖 他就有一拨人到世界各地去收集这些东西,收集一些艺术品,美术品,什么,古玩意,器,王冠文 诶,他这个收入特别大,因为你知道,这些人坐在船上,假定了,这些人到这来游泳玩,他还能买这些东西,全世界收的东西,对吧 他很明显,他乐意来,这样的话呢,这个,我觉得他盈利不是问题,就是时间问题 但是有,这一次,头一次投诉,这个,需要一个非常有资质者,厉害的一个演出商 否则咱说,一千米的这池子,说好说,你不能漏水吧 对,因为你这里灌进的海水,不能漏,一漏就房子就塌了,对吧 第一不能漏,第二还要保温 对,对,对,他有点啊,咱们都在池内嘛,这水本身在调好了温度之后再放进来 你说吧,有一个工厂把它清洁过滤什么都弄好了,调温加盐什么都处理好了 听过说,国家允许的这个,这个细菌量啊,比如说病毒量都达到了,放在这池子里来了 也是微循环,一部分放走,一部分留间没放走 他这个都钱呐,是吧,对呀,我就想这个问题啊,就是说,谁来投这个钱 这个至少力群以上的这种大型的这个企业,甭管私人国家,他的手里有几个亿 你说,当然这房子特别不难干,为什么,那没什么,对吧 虽然那很长,但是跨度比如说七百米八百米,那个对于像现在来讲 钢结构什么的,而且还可以立柱子,为什么,他有什么不可以立柱子 立个柱子就在海池子里边,咱们修的这个海水在池子里边,对吧 他立了一个大不休钢,就把电子解雇了,顶上还可以是太阳能,对吧 采光,然后调节温度的采光,都可以,前面一个两,你讲讲的硅瓦 假定有一个八百米到一千米的木墙,玻璃木墙,两米多高,朝着海,气货 中国这东西就是,你得够大,一个人口够多,另一个就是,咱们给世界的感觉就是故宫 对吧,你看长城,哪个不够个儿,不够个儿不行 我就说这个大哥,就是您这个构想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好几年了 好几年,就是在脑子里,好几年了 你知道吧,就是我,我待这儿之后,我待这儿,比如我感觉脆热的时候,下海游泳 海水,沙子多,含山量高,因为咱们的黄海,对吧 水不是说吃一吃,还是含山量高,头二你还弄一虎台 你知道吧,河,那眼睛没法玩,如果说,对,无冬一下,都可以在海水里玩 那么春节,这所有的节日啊,都正好是咱们下不了海的时候 你知道吧,咱们这个下不了海的时候,都在节日里头 这个节日里头,找好多人了,你知道吗 是,KC很多人,现在一天那大海的话,七八两个月,下海人多一些 九月份就少了,或者六月份也比较少,就是七月份以后,下海人多一些 您知道吧,就是说,影响咱们,汝山的,这个作为旅游城市的建设的那么一个想法 就是说,就俩也能下海,而且这东西我还讲了,你知道吧 咱不是汝山这样,是整个北部咱中国的沿海都这样,对吧 起码就从上海往北,起码是上海往北,都下不去海到过去 像您就是了解的话,咱们国内有没有像类似的这么一个 一个绝不仅有,是吧 也就是您这个思路是一个大的一个思路 如果说能搞起来的话,也就是独步于全国了 独步于全国了,盖第一个,还是盖第二,盖第三个 您的意思吧,就是说 咱这个地方,地理位置是具备这个条件,沙滩那么宽阔 对,对,你比如说,他要讲到清早点,也不是不行 他也可以在清早找一个点,对吧 他也可以在危害找一个点,也可以 但是我觉得,他那条件都不是咱银滩好 对,咱这儿好,咱这儿你看,咱们就大花瓶嘛,晃西 鲁山银滩的那个,中间的大墓地望东,就这大片 你说,你指的是仙人湾,是吧 那叫仙人湾,仙人湾还最遇上 还有一个地方,这个湾还最遇上,也挺大的 我跟你说,就是说,就是说 一定要,别把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大的披萨饼做成一个干烧饼 如果你说,我没钱,我就盖一个多小多小的 你可能盈利不了,你也招来不来人 你还是忘记有人,但你没人 你可能你就,赔钱了 如果说,你真的投一下子,就往上五四五万 四五一个多一个亿啊,要弄好了,这东西 一两年之后,就成为一个知名景点 咱们,鲁山就厉害了 哈哈哈哈,你的想法很好 也是,确实我都没有,从来没有人听过,这方面的建议啊 但是,这个就,你是,咱们说,你是网络红人了 不敢不敢 不不不,提法是,您能认识好多有钱人 咱这么说啊,好多有钱人 你可以跟他们提出这些建议 希望他们把祖传建得更好 谁都希望把银摊建得更好 银摊建得更好 希望您这个想法,真正能够被一些有钱的大佬看上 然后和这个政府达成协议啊,能够建一个这么一个宏大的一个海水浴场或者综合场馆 这样就厉害了 对对对,里边吧咱们说啊 对 最后你说这两边有三星级宾馆 那我这主楼这上面就都是五星级宾馆 对 然后我总统套房都可以 实际上,比如说我有钱啊,让我在这儿既可以享受海水浴,还可以享受吃,就是吃全世界 还可以参加拍卖会啊,什么啦,这些游乐啊,我一天让我花几千上万,没事儿 现在咱们每一个人啊,咱们我们这个水平的人说出去旅游一次,比如出国,坐这个游轮,一个人平静一天都是这两千块钱 哦 比如说我花了两万块钱出去十天,不算贵 为什么我这一辈子可能就去两次一次,坐游轮走了玩去了,对吧 哎,我到那个全世界各地走一次,我们参加世界各地的这个旅游团啊,基本上一天的平均报价都是一千到一千二到一千五 比如说你比你算去,他收费就是这么收,比如你到欧洲,你说我上哪儿哪儿,对吧 他实际上他收九千,你算吧,他八千,那就一千不就一千二嘛,对吧 他就是这么个标准,如果咱们这个游泳池啊,假定咱们游泳池啊,一天收一千一点都不够 哦 如果特淡季的时候,比如说大黑八折,平常你过年过年还可以长价儿,没问题 嗯,那咱们拭目以待吧啊,谢谢大哥了啊 我就希望借助您的影响力能找到有钱人,愿意干什么 你说咱普通老百姓就是想想,对吧,想的美 哈哈哈哈 但是你要让人真正能调动,他不见得甚至能调动几个亿 对 那算什么呀,是吧 对 但是錢誰出 對 就是這個問題 你知道嗎